四十三年間 這先生都有一個貴翁 所以你可以想到 這個媽媽是活活的辛苦 要教養三名子女 這樣是靠來給他持有 但是呢 孩子也是很爭氣 有在大學擔任副教授的 也有在學校擔任主任 另外也有擔任一些公司的基底 真的每一個教養都非常成功 來 給他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恭喜 恭喜 恭喜黃詩泉女士 獲獲今年的國泛五青的表揚 恭喜 好 我們接著要來看的是 新年社區所推薦的國泛